大家都知道 邏輯就是很清晰 政府查的東西 我覺得最好就是他查 政府不查的東西 我們其實應該盡力去查 盡力去查 今早看到原來沒有 特別賦予的權力 開會是浪費的 他又可以不來 又可以找一個完全不知發生什麼事的人來 回答又可以不回答你 文件又可以不交,什麼都沒有 所以呢 我覺得 大家都要明白 今天我這個動議 完全是 針對 我們的承建商 承建商之中 三星是完全沒有解釋到 為什麼他會改的東西 不問港鐵 禮頓呢 就更離譜 講到不來 港鐵叫他來都不來 跟著呢 會展站 要他停工舉不停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都沒有足夠的同事支持 去傳召禮頓來 去講這件事 全世界 看香港 看一個什麼地方呢 即是魚腩 即是任何人來香港賺錢 打橫走做什麼都可以 出了事 可以完全不用回應 什麼都不交代 聲明都沒有張 如果 每個人都可以 就這樣 就過去了 當然 很多同事說 特首會得查 但特首查 是在講紅磡站 不是在講 現在會展一個這麼嚴重 的木無法紀的事情 是他違法 要他停他不停 跟著幾十天都不改 如果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們香港逼不到 任何來香港賺錢的成見商 去做 我們香港以後怎麼站 是不是 好了 那現在就得不到 支持了 那我也都 盡了我自己的個人責任去做 我一向呢 就記住我從政的初心 八個字 只做實事 不玩政治 我在這一次 我去苦心自問 雖然我是動以特權法授權 但我完全不覺得我在玩政治 而是處理了一件實事 但竟然這樣 我估計也有很多人覺得 我是政治化了這件事件 如果真的做到特權法 是永遠這把上安保劍 保劍不用用 連授權給一個委員會 去開一兩個會議 逼人來問問 這把 叫做 小刀仔 都不能用 保劍也不能用 小刀仔也不能用 那麼我們放在我們的法例裡面 我真的不知道放來做什麼 所以整體呢 我真的挺猜疑 說回來 既然這麼多人 都反對 又說不出一個好的原因 我也做一線希望 一定是他們收到這封信 我收不到 就是說 特首在下星期行政會議 可能會通過 隔闊這個法官的調查範圍 包含了 這個會展站 和這個 土瓜灣站 對 只不過很多人都知道 是我不知道 我猜這個是我想來想去 唯一的解釋 為什麼這麼多同事反對 我希望 他們真的為了這個理由 如果是這個理由 我就真的 大功告成了 就是透過我 去動議這個特權化去授權 這個委員會 所以呢 可以令到政府都覺得不宜 擴闊那個調查範圍 看那兩個站 所以我現在呢 剩下一個希望 就是特首英明 他明白我的 苦衷 他都不想 香港 有個形象給全世界 我們是魚腩來的 來走來找食 什麼都可以的 入錶呢 來來去多個幾間都可以的 每次出了事 下次又批回給他的 立法會叫他來都可以不來的 我真是希望我們特首英明 包含在法官裏面 查這個狀 要搞清楚 到底 港鐵 港鐵高層 以及 禮頓 我最關注就是這件事 到底他們有什麼關係 令到他可以不怕港鐵 港鐵又內舉不何 這件事對我來說 至為重要 很多人說政府失職 我要說句公道說話 我根本就覺得盧政署太多事情做 怎麼可以看這些這麼複雜的 兩條鐵路加起來都不知道幾多個站 他只有十幾二十人 怎麼去做這麼多這麼多事情呢 連港鐵的中層人士 他自己都承認落對的站 他都看不完 下面人不跟他說他都沒有符 那你盧政署加了100個人給他 你下去看到東西嗎 是嗎 到最後 政府做的事有限 最主要都要強化 港鐵本身的監管角色 以及他們到底和成建商 為何會搞到 可以 他這個 所謂的監察角色失效 所以我由頭到尾都是針對這件事的 那我再說一次 我希望特首 真的在這兩項項目之中 尤其是會展站 一定不能調以輕心 最好就包含他那個調查裡面 完成了 快點 可以 好 加上 進去 谢谢大家